农家一时失手 大疼了官人 不妨试 只恐娘子 闪了手 王甘娘 这里有客 大官人 这边喝茶 好好 大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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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现在就让我们用掌声 有请西门庆的扮演者 李强 大家好 你好 李强老师 李强老师你好 西门大官人来了 跟观众朋友们先打个招呼 大家好 我是李强 在这个水浒段里边 扮演这个大官人西门庆 听说这角色是您自己挑上的是吗 对 反正他找回来了 找回来了以后 问我 就是汪国辉 他问我演喜欢啥 后来就说俩角色跟我说 我说西门庆吧 那俩角色 那个角色是谁呢 他说还有一个是林宠 他说的 我说我不行 林宠多好啊 我说不行 对我演不了 后来我说我对西门庆比较感兴趣 就是就这样 是为了刚才那场戏而感兴趣吗 刚才那场找博物的戏 我觉得那激进戏拍起来应该挺尴尬的吧 现场一点不觉得 谁说不觉得 他太看看了 因为拍那场戏吧 我记得特别清楚 因为大家以为这汪思锡瘦是吧 其实一点都不瘦 抱歉了费劲是吗 对抱歉了费劲 尤其我呢是瘦 所以呢我抱他比较费劲 而且这场戏呢是 是一个镜头跟着我们到屋里面 所以呢 有时候哪和哪亲的不太对吧 有点重来 记得这场戏拍了有三遍 最后呢 完成了 完成了 所以呢我觉得 当时拍完以后 哎呦妈 累死我了 确实那场戏比较辛苦 拍这些也不容易 包括你有那么多人看你 包括我给他放在桌子上 那个 因为得亲他呀 所以呢 有时一亲他 把人倒瓜子就把镜头给挡了 所以呢 当时呢 因为我们不是同期 所以说把头抬进来 把头抬进来 所以还得要顾着镜头 还得要演戏 所以呢 所以当时 真的很别扭 对太别扭了 你看你不选林冲吧 没有武打戏 但是其实西边庆 有很多打戏的 其实按说来讲 水谷传这些人物 没有一个对演员 不具备这种挑战的 必须有胆子才能来演的 你包括这个林冲也好 这个西边庆也好 包括这个一百大妈将也好 我觉得吧 各个吧 都是 在小说里边 都是非常这个 这种滑彩的这种段落 这打戏 您自己来完成的吗 这打戏 真不是我完成的 因为 我确实一点功夫都没有 就这场戏 狮子楼这场戏拍的时候 其实就是一遍到两遍 人家说你到楼下休息去吧 确实不行 记得有一场戏说到几步 到几步 然后等于是双手拿着刀 完了以后踩在凳子上 其实按说来讲 稍稍有点功夫的演员 都特别简单 没事 而对我来讲太难 对不对 对我到几步以后 正好再要踩在凳子上 亮一相 结果我这个 这个脚是踩上去 踩好几遍没踩上 最后一遍踩上去了 然后这腿是抖的 都嘟嘟 所以我觉得确实不容易 其实我们李翔老师 可视性特强 还真的是演过很多英雄人物 比如说烈火金刚里面的萧飞 那是不折不扣的英雄 那演了西门庆之后 您会不会担心 观众会把您定位在这样的人物 他有这个 你问这个大胡子 他知道 他确实有 有这个 他这个西门庆演得最好 因为他本人最像西门庆 本人最像西门庆 所以说只能选你 我问他挑这个演员来的时候 挑这个演员来的时候 拿来这个 我说这人真的就是他了 我说你看他那对眼睛 就是色迷迷的一双眼睛 然后他 而且当时年轻还挺帅 然后又是 这么一对眼睛 他来了也跟我说 我这就对这角色 感兴趣 到现在人家说起来 这真是一个活脱的西门庆 他肯定完成得好 您都说了 他是本色出演 我觉得大家应该把掌声 再次送给李强老师 谢谢 因为他牺牲了自己的形象 完成了这样一个经典的角色 是不是朋友们 谢谢 谢谢李强老师 你可以加入大家听了 谢谢 给你 他的治疗